好 我们准备开始了 好 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 稍等一下 好 好 好 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在大家的用心规划情况下 我们整个的课程也都很顺利在进行 不管是线上线下的教学也都蛮好的蛮顺畅的 好 你们今天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背景 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吧 是什么知道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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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里面一样有提到 你们去算算看 那一种变化 你仔细去算 你就会知道 那是很惊人的 如果我们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 那你这一小米 它就很小 很小 而如果能够 学习高等的文化 学习高等的心灵 愿意将那个 小我逐渐融化 这一粒小米 愿意与天地融为一体 当它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时候 它的生命力 爆发出来的能量 力量就很大 就很大 以前我们有换算过 一粒小米 当它到第七年的时候 到第七年的时候 能够养活全世界的人 而且是 头几万年 到第七年的时候 能够养活全世界的人 好几万年 一粒小米 这个就是要好好去体会 一粒小米虽然小 但是只要你愿意让自我逐渐消融 不要去逞强 不要去跟别人勾心斗角 不要在那种狭小的世界 在那里 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真的要跳脱出那种狭小的狭窄的思维角度 思维世界 希望大家从三次元的思想水平提升上来 这个地球 人类要迈向高等文明 高等心灵 人类需要学习高等的文明 才能够逐渐提升上来 迈向高等的心灵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真的是地球上非常高等的文化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中华文化要复兴 对 真的是要复兴 造福全中国 造福全人类 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 OK 好 来 现在你们开始提问 OK 郭老师好 我是周伟 跟郭老师报告 去年参加反观班 郭老师叮咛我 要从家人的反应当中 去找出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 那在这一年里面呢 我牢记着 郭老师对我的专题的课题 以这都在不断的反观进化 终于有一天体会到了 原来以为自己是受害者的那个人 同时也是加害者 也终于体会到 原来所有的苦 都是自己赶召来的这句话的含义 就是我受到的苦的果报 很大部分是自己在无名的时候 在不知不觉当中 在阴地种下的种子结的果 以前的自己 住在雨墙 好奖礼 当看到问题的癥结所在的时候 就回来进化自己 不再主宰 不再瞎操心 也不再讲理 更多的是倾听 遇到境界不再对立 而是回来调整自己 当我改变以后 我的世界就变了 跟女儿的关系 也大大的改善 她想要的 我能给的 就是无条件的给予 我给不了的 也明确地告诉她 我给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让她明白 也慢慢地培养鼓励她 要独立自主 勉励她 不要把生命的重点 放在赚钱上 而是要放在精神的层面 灵魂的隔绝上 她也能听一些劝 购物啊 买衣服啊 都有减少 告诉她 地球现在的现状 那她现在用水 用电方面 也开始有节约 那这次来书院之前 我因为带的衣服不够 让她帮忙寄 她也帮我寄过来了 她还祝福我 她说妈妈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让我感觉好温馨 同时小外甥今年刚刚考上高中 读的是撕裂高中 她很自略 因为她在五岁的时候 我陪伴她学习道德经 当时她就能背到三十八章 那个时候的她就说一句话 她说外婆 我真有福气 这么小 就可以学习到道德经 长大了 至少 不会做坏人 也因为从小 种下了这个善因 这孩子跟我很亲 在学习当中 在同学关系当中 有一些苦恼 每隔一两个礼拜 我们都会有一次比较深落的交流 那刚刚过去的这一年 我在见得服务 在服务当中学习 在学习当中服务 也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 感觉这一年的成长 比过去三年还多一些 那今年教师营期间 受到书院的邀请 来分享环保课 坐在义工楼 也是第一次感到 做一个义工 是多么的神圣 也越来越真切地体会到 我是我世界的主人 用心创造一个 和谐的世界的意义所在 感恩郭老师 这十几年的真正教诲 我会继续精进 请郭老师多指导我 感恩 感恩郭老师 好 好 你看 去年在跟你讲过 你调整教证了 真正好好如实 面对自己 改变自己 你改变你的周围就改变 你改变了 你的世界就跟着改变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大家要下真功夫 要认真的用心深入学习 不是只是在那里跟班表面好像在学 却没有真正用心下功夫深入体会 如果你没有真正用心下功夫深入学习深入体会的话 吃亏的都是自己的 所以不要做表面功夫给别人看 你做表面功夫给别人看 那是在对不起自己的生命 以前周围他本身也有在学习 但是那个力道就是不够 还有实践的力道也比较薄弱 前年也跟他讲了 去年再跟他讲之后 他就真的下功夫了 所以他的例子也是可以让大家具体的参考 因为他接触的时间也蛮长的 你前面没有真正好好下功夫 没有真正来改变自己 那所学的用处真的不大 家庭关系也不会很好 你真正痛下功夫 深入学习真正改变 时间不用很长 你就会看到成效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深入去体会 每个人 每个人都是你的世界的源头 我现在用代替大家讲 那个第一人称 我代表每个人 我是我的世界的源头 每个人都有属于每个人的世界 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世界负责 这是小我的世界 你把小我的世界照顾好了 你周围扩大的世界 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都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扎扎实实的做 OK 好 很好 感恩郭老师 请郭老师继续多多的指导 指点学生 让我可以更上一层楼 感恩师父 好 再见到郭老师您好 我是两年志学员好梅 我想请教一下郭老师 如何突破骄傲自满的喜新运作模式 感恩您 骄傲自满 是的 骄傲自满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认为自己很行很能 认为自己比别人厉害 他不容易看到 你能做什么 你能够成就什么 是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帮助 很多的善因善缘在协助 所以 要怎么去突破 改掉这些习气习性 人要静下来 去看到 我们能够做什么 背后有很多的善因善缘在帮助我们 很多的助援 我们看不到 不知道去感恩 就像 父母亲对我们好 亲戚朋友对我们好 很多人就认为好像是应该的 当那种应该的心一产生 他就觉得 别人对我好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要感恩的 不知感恩的人 他就容易一直活在自我自负的世界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 你要突破那个自傲自负 就是要静下来 去体会 我能够做什么 那是有非常多的善因善缘在帮助我们 我能够吃一餐饭 那是有多少因缘在帮助我们 我能够吃到 美味的食物 我能够吃到 农夫 各种因缘 奉献付出 我能够去看到 我能够有食物可以吃 要深入去解析 这些食物怎么来的 天地父母的养育 我们有看到吗 很多人被认为 好像天才儿童 天才小孩 天才大人 但是为什么一直活在自负的情况呢 那个就是活在小我 认为自己很行很能 而不知道说 他的生命是天地大自然在养育 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要懂得感恩 感恩天地父母养育万物 我们的生命能够存在 那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善因善缘 在帮助我们 在养育我们 在滋润我们 人如果活在狭窄的世界 他就看不清生命的实相 就会自负自傲 如果能够把视野打开 客观地去看 我的生命能够存在 那是要多少善因善缘 来帮助来协助 当他真正用心去看 他就会懂得感恩了 就会懂得感恩 有的人他一直不了解 为什么要感恩天地感恩大自然 有的人认为那是迷信 迷信 那是代表他的无知 对于真理实相 知道的很偏差 很片面 所以学习了优质的文化之后 我们会客观地来认清 生命的实相 道德经里面有提到 太上不知有知 这一部分 我们要清楚地认清出来 你没有认识出来 人就容易产生傲慢 不知感恩 当你能够认清出来 你就会从傲慢 自负的情况 逐渐的柔软下来 懂得感恩 懂得感恩的人 他就会练习着奉献付出 好 所以希望大家要深入去体会 什么叫做太上不知有知 这一部分 你要扩大去 扩大去观察 在我们身边 有很多善因善缘在帮助我们 就好像 你们能够在这里专心学习 要知道 为了维护 这种的一个疏愿 多少人在奉献付出 大家不是 为了赚钱 那些负责厨房的人 也不是我们拿钱去聘请 那些帮我们在搞环境卫生的人 也不是我们出钱 让他们来为我们奉献付出 在带领课程的人 也不是因为你出了学费 然后他们来带领 来 就好像收你的钱 然后他们要 为你上课 我们这里的关系不是这样 大家都是在奉献付出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静下来 深入的去体会 我在这里 我所享用到的 不管是课堂上的受益 或是日常生活 或是三餐饮食 这些都是有很多的善心人士 大家在奉献付出 大家都在为我们默默的在服务 不是我们用钱去聘请的 所以人真的 你越懂得深入去体会 背后的善因善缘 在帮助我们 你就会越谦虚 越客气 不会自负 不会自傲 一方面 你自然的知恩感恩 也就会懂得报恩 OK 好 你感恩郭老师 好 谢谢 有的人有才法 有才能 但是很容易形成自负自傲 来 请大家好 体会 越是自负自傲的人 他的人生之路 就会越走越窄 好好去体会 懂得感恩 你的人生之路 就会越走越宽广 越来越幸福 OK 好 来 深圳的郭老师 您好 我是在建德的一名义工 名字叫陈友军 反观这两三年来的人生 迅境和逆境 给我的心里就像坐过山车 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同时也发现自己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 感觉自己有时候又如果说 再踏前一步就有万劫不复的感觉 今年终于有机缘来见得学习和服务 感觉自己有很多的成长 终于去向自己的反观去去看这个方向去看了 也希望以后自己一直朝着这个心灵成长的路去学习 同时去服务 但自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拉扯 现在我想改变 请老师给我指导 谢谢 好 这个就是一个生命迈向觉醒的过程 很好 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如果你没有调整改善 你很有可能会任性放纵下去 你刚才提到的走向万劫不复 这是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觉醒 好 我们也感恩过去的种种因缘 种种历练 不管顺境逆境 或是沉沦堕落 那些都是过往的经验 经历 我们要从过往的经验经历里面 学到智慧 不要再轮回 不要再沉沦 生命要向上 那你现在有这样的那种 有这样的魄力决心 很好 只是不要得少为主 因为有的人 一下子想要改变好 但是一股热潮过了之后没多久 又开始轮回去 任性 还是被习性拖累 牵着走 所以这个是要有魄力 自己要有魄力 有决心 从现在开始 好好的虚心 好好的虚心学习 不要因为自己的人际 怎么样 我已经走过很多的路 然后就产生傲慢之心 这些都要归零 放下 虚心的学习 从现在开始 从零开始 从不会开始 从现在虚心的学习 好好的扎根 好好的扎根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鲜的生命 都是一个出生 崭新的生命 让自己的生命 无限可能的成长 虚心的学习 虚心的请教 没有自卑 不是自卑 也没有自卑 我们虚心学习 是在栽培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生命 能够好好的成长 那进一步 你也要把所知道的 我们要练习去做 要练习去做出来 所以边学边做 历练 也要发大心 发大心 要利益更多人 要做更多善事 行善积德 来造福社会 利益国家 当你的心量 你的发心越大 你的胸襟度量 也就越容易打开 生命格局 也就会逐渐 快速的提升上来 OK 好 感恩老师 好 曾经来郭老师 您好 好 根据我这几年 对老师所讲的 所有课程的学习 还有我对老师的了解 我把这条解脱之路的 核心思想整理出来 请老师指证 我们学习道德经 以大自然为师 见贤思奇 学习大自然的高等心灵 高等智慧 同时练习开发空明觉 在开发空明觉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用自我意识运作的习性毛病 逃出来干脑新的清静 这是需要如实面对自己反观进化的部分 继续把明觉放开 放空 放到无边无际 这个空明觉范围内 无边无际的空 就是道的本体 无形无相 不生不灭 是生命的源头和归一处 稳定的空明觉的状态 即是与道合一的解脱的境界 在空明觉的范围内 所有的人事物都和自己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是生命共同体 所有的众生 在空明觉的范围内 所有的众生 只要真的有需要帮助 只要各方面的因缘具足 都会无条件 无所求 有智慧的柔软处下去服务 善利万物而不争 论物无声 功成身退 如果不这么做 即是和自己生命存在的本质相违背 就不是真正解脱的境界 里面还有自我运作的部分 在为众生服务的同时 福慧双修 既以为人及于有 既以与人及于多 越分享越富有 越分享越快乐 这是整个体道 悟道 行道的过程 请问老师这样理解正确吗 这样理解是不错 问题就是 现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解 再来就是要练习去做 要一步一脚印的扎扎实实的去做 在这个过程 不是不要特别强调那个空明觉 在这个过程最重要是要 我们要反观我们的心胸度量 因为力源对境 力源对境的碰撞 那是真枪实弹 在考验 如果我们有自私 心量狭窄 虽然我们会讲一大堆的大道理 也很容易会变成自欺欺人 所以我们要把心量打开 在力源对境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淡化那个自我 小我 淡化那些自私自利的心 有没有利他之心 心量有没有打开 那个都是很真实的呈现 要如此面对 所以懂那些理论 现在更重要就是 怎么样具体的去做到 说一丈不如行一词 好提会 说一丈不如行一词 因为要具体的去做出来 那才是真正 才真正所谓的在行道 行道 你前面这些理解基本上是不错 但现在就是要怎么样 真正落实脚踏实地的去做 现实的 现实的各种境界 人我的应对 那都是让你实际去实验 去练习 你要做得出来 才是 那当你真正做到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快乐 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与别人无争 你的心胸格局生命品质提升 都会逐渐的在 不知不觉情况之下 他就逐渐的大幅的提升上来 所以这个是要做出来 OK 好 好 好 曾经的郭老师晚上好 我是两年制学员 我叫李玲 我这一次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反观班 我觉得这一次比去年那一次 然后更能很更快地进入这个状态 然后也非常感恩林老师这个每一步 很细心地去引导 然后我感觉非常的受益 那我今天 今天晚上的时候 我在 看到 就是说这两天也看到 心静下来看到自己 很多的运作模式 其实进化了一些 但是那种深层的东西 其实还是在 那我今天晚上 我因为去 也是意识到一个问题 然后今天晚上 因为没有热水嘛 然后就非常冷 然后就想去 写个字条 提个建议 但是我下来以后 我就觉得 到哪儿其实都没有热水 然后就在想 其实老师他们也很着急 也在想办法 然后就是 我坐在那里 突然间想到 其实 我父母可能对我也有很多的那种 让我觉得内心是有怨气的事情 我觉得好多时候 我没有办法 因为知道他们不容易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 离直去胀地去 去指责他们 去抱怨他们 就是 我突然间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 就是那种 我想 内心是想去做好孩子 然后听话的孩子 然后但是他们不了解 我还想说一句 郭老师 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其实我也是想做一个好学生 听话的学生 然后能够符合郭老师那种标准的学生 但是我觉得郭老师你也不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包括以前在父母面前在老师面前我都是不敢去任性叛逆的一个人 所以我今天晚上我就是鼓起勇气 然后去说这样的话 我就想任性叛逆一下 然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子 嗯 但是其实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 其实我内心明白 我还是很感恩我的父母 也很感恩郭老师 因为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肉体的生命 郭老师给我的是慧命 就是我特别特别 就是父母的那种养育之恩 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去去回报 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回报的 嗯 然后呢 我也非常感恩郭老师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快毕业了嘛 这一段时间我是每一次想起来 听到郭老师讲那个有一堂课说 你找到一个非常信任的人 然后你要全然的信任他 你说你有没有全然的信任空海呢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也在问自己 很多时候我对郭老师也是没有完全信任 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 然后对外界也不是非常信任的人 对我觉得 而且有我在这学习了两年 然后找郭老师小餐 到现在也没有小餐 然后其实我觉得 其实还是我的那个慧命的那种成长 还是需要郭老师的助力的 怎么讲完了吗 那你就回应一下吧 好 你看他刚才就讲说 他的父母也不够了解他 然后讲讲讲到后面也讲到 我也不够了解他 当然这个他也是算是讲出来也很好了 也算是比较轻松任性的情况之下 让他有时候耍耍任性 来但是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探讨 你认为说我不够了解你 那我问你我为什么要了解你 为什么认为说我应该要了解你 为什么 我这是我的认为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生命 我要自己负责 但是说我因为我说了 我现在要任性一把 然后如果郭老师想跟我道歉的话 我也接受 来那我问你 我欠你什么 其实我就是也是在说自己任性嘛 其实我觉得父母给我的生命 他们也不欠我的 其实郭老师也不欠我的 但是我就觉得 感觉郭老师可能更了解别的同学 然后自己会心里有一些比较心 可能就会有这种 但是我现在就是明白 其实我自己的生命要自己做主嘛 但是其实这种想法我是想说出来 就是因为我想让自己能够真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不要因为郭老师讲什么 就按照郭老师那一个圣人标准去要求自己 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做好 就像我想做一个乖孩子 但是在父母眼里我也不是个乖孩子 我想做一个好学生 可能在郭老师眼里我也不是个好学生 我没有这样认定 所以很多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轻松的讲出来 我现在也不是责备你 因为我现在也不敢责备你 因为你甚至你心中还希望我向你道歉了 才能够得到 好 我们现在轻松的来讲 我们现在轻松的来探讨就是 在你的心中 你认为我不够了解你 甚至也有些好像亏待你 冷落你 所以你内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嘀嘀咕咕 好像我对别人比较好 没有对你很好 所以你内心里面会有刚才你所讲的那些情况 当然你也现在就是像 也想任性的表达出来 现在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一般人 我们总认为 别人应该要对我好 某人应该要对我很好 某人应该要对我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我们心中都会有认为 别人应该要对我好 应该要怎么样 我们内心里面有我们想要的那种框框标准答案 好 那这一种呢 好像别人欠我们什么 所以他刚才希望 如果我跟他道歉 他也会接受 好像别人欠我们什么 但我现在不是责备 现在不是责备 而是说他轻松的讲出 他内心积压在他内心里面的那些心里话 这个也可以代表一般人 很多人他是不敢讲出来 对我会有所抱怨埋怨 认为我对别人比较好 然后冷落他对他不好 或是认为说 我对他不公平或是怎么样 好 我们现在要客观的来探讨 客观的来探讨 好 现在光说针对他了 我有没有亏欠你什么 我我有没有欠你什么 如果我们在做不管线上线下的学员 我们很多人他对父母亲抱怨 认为父母亲对我不够好 对我怎么样 这种惯性我们会运作下来 认为说这个师长对我不够好 对我不够怎么样不够关心 所以我们那种惯性就会抱怨抱怨 但是你看 不管我们线上线下的家人 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而言 我有没有亏欠你什么 我有没有亏欠你什么 如果你深度去解析 深度去解析的话 深度去体会的话 你就会体会到 我是在送礼物 送珍宝 送生命的智慧珍宝给大家 我是在送大家生命之中 很珍贵的那些生命之宝给大家 从以前到现在 我有没有跟大家收学费 有没有 有没有跟你们任何人收学费 没有 没有吗 好 所以如果说 我有跟你们保证怎么样 保证怎么样 我有跟你们收很高的学费 然后向你们保证怎么样的话 那你说我收了我缴了那些学费 但是我没有达到我所想要的 你内心里面会有时候抱怨 但是你看从以前到现在 我没有向任何人收学费 所以也就是说 在生命中 我没有亏欠谁 我没有亏欠谁 我只有在送礼物 分享 也能量送礼物 就这样 所以 我们要深度去体会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很容易认为说 我对某人会有所抱怨 会有些抱怨 但是我们要站在很客观的去探讨 他有欠我什么吗 他应该要对我好吗 为什么他应该要对我好呢 他有欠我什么吗 如果你深度去解析之后 你就会体会到 原来是我们内心的不知主 某某人他已经是把很多的宝贝 宝物送给我们了 也没有跟我们拿钱 他已经是不管有行无行中 都在为我们奉献付出了 如果你正确理解的话 内心里面 会是一种感恩 会是一种感恩 但是人那个自我 他就是不容易深度去体会到这些层次 他总是站在那个自我 我所想要的 当我要不到我所想要的 我们内心里面就会产生埋怨抱怨 像以前有一位学员 在办公室 不是这个地方的 在其他地方 在办公室里面 因为我 别人送给我 有几个水果 有些我分了 后面我自己拿一个 到后面剩下一个水果 我就想说送给另外一个人 送给一位学员 结果另外一个人 办公室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结果他当时也没有讲 好像隔了满场一段期间 他才说 他说我怎么这么不公平 他说他内心里面 我说怎么不公平 他说你为什么把水果送给某人 没有送给他 你看 连一个水果 心中都会有意见 所以这个就是人真的要学会感恩的 如果我们学会感恩 我们的因缘 善因善缘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气习性 大部分都是一种抱怨 当你越抱怨 你的人生之路就会越来越窄 善因善缘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人要懂得感恩 我希望 当然你今天也都很坦率的 任性的讲出你内心里面的一些心里话 我希望你能够成长 成熟成长上来 好了 如果你没有成长成熟上来的话 好了 如果你觉得我要跟你道歉 那我就找机会跟你道歉吧 好 OK 感恩郭老师 其实我只是看到我自己内心的这些东西了 其实我内心非常感恩您郭老师 也很感恩我的父母 然后来这里学习 也很感恩这里 所有的老师和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谢谢郭老师 好好 好 郭老师你好 好 我叫周远方 来自江西兰长 我学了你的那个客人已经有四年多了 这是参加反观班 这是已经三支了 这是第三支 在美来之前呢 我也经常看你的那个听听的那个录音带 特别是那个四十分无害 感觉有些人体会 特别是第一师长 意识的终极境界 我就反复的听 但是里面我就有一点 有个问题 我想请教老师 就是里面提到一个是 修行不会产生物竞 物竞才是真正的修行 这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是怎样理解物竞 还有物竞的真正修行是这样一种状态 或表现形式 接下来问一下这 这里面应该还要再有前后文 那针对你刚才所讲的 你是说修行不会产生物竞 这个就是用自我 那里面应该是强调说 用自我去练功夫的话 你没办法体会到 我现在用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用自我去练功夫的话 你没办法做到真正所谓的无我无私 天人合一 没办法真正做到 因为那是用自我在练功夫 你练出来的也都是一些抽象 幻象头脑观念之间 它不会是真正的实相 因为很多情况都变成那种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很容易欺骗自己 所以修行用自我去练功夫 不会有真正的那种所谓真正的开悟 但是你不用功 你也很难真正明显的突破 那个都是一个过程 一样要认真学习 要认真学习 要经历过很多的错误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确 人要走在真正的那个中庸之道上 不容易 那都是要经过很多的 你要敢去做敢去练习 那再发现有冲错方向 那不断的调整调整 慢慢才会来到真正走在中道上 所谓的开悟 悟后起修方真修 这个我用一个比较白话来讲 如果你没有深入学习道德经的课程 你不知道道是什么 没有对道的正确观念 然后就是闭起门来 在那里什么打坐 入深定 精进用功 要修道 要求道 如果你观念里面 你不知道道是什么 你用千百种方法去修 你也找不到真正的道 因为你前面的观念之间是错误 要像 雨在大海里面 他观念之间错误的话 他拼命用十八般的无意 要去找到大海 其他大条的雨 也是给他一些方法 告诉他 怎么样用一些方法 去找大海 结果呢 你用很多很多的方法 要去找大海 你就是找不到 这个就是 修 没办法真正的开悟 也就是说 你观念之间错误的话 你用千百种方法 要去找大海 你就是找不到 因为你否定真实的 你否定真实的 看不到真实的 观念之间错误 所以心中有那一种 什么叫做开悟 什么是大海 你有心中的一种界定认定 所以用各种方法要去找 你认为的大海 但是 你问题 就是你否定真实的 为什么否定真实的 因为观念之间错误 所以要先把观念之间调整正确了 把错误的观念心态之间调整过来 心态观念正确了 这个时候才算之叫做所谓的开悟 这是小悟啊 开悟 小开悟 之后 悟后起修 你观念方向正确了之后 后面 那就 好办 你终于是小悟 你终于体会到 道是什么 像孔子所讲的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 而远人 道不可须以离也 可离非道也 这些都是孔子的经验之谈 问题是 如果你对道 你观念之间错误的话 你用千百种方法要去找 要去修 你就是找不到 因为你的认知决定你的方向 决定你的走向 认知错误 用各种方法要去找 你就是找不到 所以不要盲目的 一直的冲 冲冲 要静下来 学好高等的文化 优质的文化 调整我们那些 错误的观念之间 让我们有正确的 观念之间 之后 你就会 事半功倍 你就能够明显成长 你就能够渐渐体会到 什么叫做 天人合一 OK 好 谢谢老师 郭老师 郭老师好 我是 我道一 就是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因为也写给 就得老师 那么后来在节课 上节课来不完 是没有听到 所以万圣灵 就是在进行的时候 那个音频结束后会很静 静一会 接着就很多杂念就出来 我就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会张开眼睛 这个杂念很快就没有了 那我要就重新闭上眼睛 要重复这个进行的过程 一节课重复有三到四次 这样方向对吗 这个是一个对峙的方法 这个是一个对峙的方法 可以 可以 好 好 这次就是我 接着上前写的问题就是说 我会很信任国老师了 我会这次我列出来了 我一些从小到大 可能造成的一些 造成自卑的一些原因 就让老师能多了解我 我还没写完 就是到时候会再教课高老师 像林老师方想着 要豁出去不要脸 因为之前来书院的时候 看到高老师还会咬一点闪躲 那这一次就不想再拉错了 想借着大家的力量 因为最近是也不 现在目前还不太公开讲 所以想参照的时候找老师 感恩郭老师 是这样 人在成长的过程 会经历过很多的 你说大风大浪 成功失败 正确与错误 这是一个人成长过程 经历过的 很正常的一些情况 我们敢如此面对自己 我们就会有机会去突破 有机会去突破 我们敢如此面对自己 我们也才能够真正体会到 我们不是圣人 以前挑剥别人的种种毛病 当我们敢如此面对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一样有或多或少的 类似的一些毛病 只是五十步 笑百步 当我们敢如此面对自己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韧性 看到自己的种种习性 你敢如此面对自己 第一个 你就有可能愿意去突破 去改进 第二 你会体会到 我的脸没有比别人白 我没有资格去指责别人 我以前认为自己像圣人 但是当愿意如此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懂得谦虚 懂得谦虚 你会体会到 我们没有资格去论别人的是非 没有资格去讲别人的种种问题 去指责别人 你真正敢如此面对自己 你就会发现 我的脸没有比别人白 我没有资格去讲别人脸黑 你才会真正的那种同理心 慈悲心出来 很多人认为他是救世主 就是 都不看自己的问题 那些自认为是救世主 藐视一切 瞧不起别人 认为自己高高在上的人 往往都是 不敢面对自己 不愿面对自己 看不到自己的脸黑 总是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瞧不起别人 事实上 那个生命 那都是活在自我幻觉 幻化的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不需要那种自负的救世主 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同理心 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爱 我们要爱护我们自己的生命 如实善待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用平等心来善待所有的人 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和谐 OK 好 感恩 郭老师 好了 好 时间到了 好 后面还有一位要问是吧 感恩 郭老师 感恩 郭老师 听不进去啊 然后前面听不进去啊 后边我就感觉到 呃就是要停下来 然后自己慢慢 就是感受那个情绪 呃就是痛苦的那个感受 那那就是我们牙筒有牙筒的位置 然后那我们身体就是感受到苦嘛 你应该也有一个位置 就是就是可不可以来到这个直接 进入到心灵里边来去 呃消除我们的苦 嗯 当然就是郭老师已经给我们最直接 最究竟的方法 但是当时那个伤口在流血 您一直在讲 怎么怎么把那个伤口彻底的跟除掉 嗯 那那那这个流血就很疼嘛 就需要那个直接的那个方法方式 那我就想是呃问一下我们 就是像我刚才那种状态就是呃就是 呃就是整个人的那个心里面就在吼一样 然后我就呃感受我那个很很怒火 他是什么样的在身体是什么样的呃物理现象 然后就慢慢静下来了 那这个算是来到用心灵来去慢慢 这样子可以来到慢慢用心灵吗 就是有什么可以用直接用心灵的方式来听闻学法吗 就我希望很珍惜 很希望能够很深入的学习 谢谢郭老师 好 很多人会不敢面对自己的痛苦的那一遍 好 呃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自己痛苦那一遍的话 我们会就像继续吃一些止痛药 麻醉剂 不去面对 然后后面就会 又会等到比较不苦之后 又继续重复 循环过去的运作模式 有痛苦 我们又吃一些止痛药 麻醉剂 而不是如此去面对 所以就会 重蹈覆辙 重蹈覆辙 这样一种循环 很多人他就任性 任性 有痛苦了 然后又逃避 不去面对 所以这些错误的运作模式导致的痛苦呢 很难 很难 消除掉 所以为什么要拥抱痛苦 这就是让我们自己 不要逃避 不要逃避 因为你逃避的话 总是会 早止痛药 早麻醉剂来麻醉 后面又会任性 继续再循环 当我们不逃避 愿意如实面对 然后进入去找出苦的原因在哪里 不要向外找 这些痛苦 你敢如实去面对 它就会变成为一股巨大的能量 它会变成一股巨大的能量 帮助我们去突破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 知见心态 一般人 没有痛苦的 没有痛苦的这种经验历练的话 他很容易 又是很任性 火慢 很大 有的痛苦 又是找那些迷幻药 兴奋剂迷幻药 所以像这样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我知道面对痛苦会很苦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要 一个是爱护自己 也鼓励自己 长痛不如短痛 长痛不如短痛 敢于面对它 然后找出原因 从自己过往的观念之见心态里面去找出原因出来 能够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去检讨 改进 突破 后面才会从那些痛苦的世界里面跳脱出来 才会真正摆脱掉过去那些循环模式 要把苦当作这是天使 在协助我们 在唤醒我们 在帮助我们成长 OK 谢谢郭老师 好 时间已经超过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OK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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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前 好 看 再 20 轮 快 significa 宿